法定人數不足 政府法案 首讀 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 二讀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主席 我動議二讀 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條例草案 在在座各位 我相信大家 對今天動議完善選舉制度的條例草案 都是感觸良多 這幾年 在議事堂上的種種亂象 甚至 立法會在2019年 被非法闖入 佔領 大肆破壞 相信大家仍然立命在目 議會被反對派癱瘓 七個月不能選出內會主席 維護國家尊嚴的國歌條例草案 aserwake 主席 檢國議員 鄭月娥議員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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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動議二讀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 在座各位 我相信大家 對我今天動議完善選舉制度的條例草案 都是感觸良多 這幾年在議事堂上的種種亂象 甚至立法會在2019年被非法闖入佔領大肆破壞 這些情境相信大家仍然歷歷在目 議會被反對派癱瘓 七個月不能選出來會主席 維護國家尊嚴的國歌條例草案 拖延了一年多 大大小小有利民生經濟的法案被無了期的拖延 令香港幾乎進入不能夠管治的境地 大家當時的無力感 我們亦都是身在其中 身同感受 在管治架構內 我們每一位都不斷問 到底 香港什麼時候可以走出困境 重新出發呢 過去幾年 一國兩制受到嚴重的衝擊 香港的繁榮穩定 面對前所未有個挑戰 特別是 2019年6月發生修例風波以來 持續了一年多的社會動亂 令香港市民人心惶惶 社會上出現了鼓吹港獨 組織抗拒中央管治 甚至勾結外部勢力 干預香港事務的情況 反中亂港的勢力 和激進分子 通過選舉制度 進入特區的政治體制 在議會內 癱瘓議會的運作 阻撓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在議會外 為暴力撐腰 不適以攬炒為目標 策劃奪取立法會的主導權 要脅行政長官下台 甚至意圖奪取政權 嚴重危害香港的憲制秩序 挑戰國家的主權底線 危害國家的主權 安全和發展利益 這些亂象充分凸顯了 特區選舉制度 存在明顯的漏洞和缺陷 以致令到一些反中亂港的分子 有機可乘 去年中央出手訂立《香港國安法》 即時起了重大的震懾作用 不但平息了持續多月的社會動亂和黑暴情況 更加將一些反中亂港 意圖危害國家安全的不法分子 承之於法 然而 特區選舉制度仍然存在缺陷和漏洞 一些反中亂港的分子 仍然持續繼續利用議會的平台 和議員的身份 試圖顛覆覆政權 破壞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為了徹底解決這個有關問題 倒絕有關的情況 中央政府今次再度出手 從國家層面完善特區的選舉制度 讓特區可以重回正軌 撥亂反正 又亂而治 今年3月11日 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四次會議高票通過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 選舉制度的決定 政治體制是中央市權 而選舉制度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 決定乃根據憲法、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的有關規定 所作出 可謂合憲合法、有利有據 出師有名、擇地有聲 中央從國家層面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彌補了選舉制度的漏洞 將為愛國者治港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 使一國兩制的實踐 重回正軌、行穩自圓 鞏固特區憲制的基礎 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的繁榮穩定 我們深信完善了的選舉制度 將可大大提升特區的管治效能 讓行政、立法機關可以重回 既相互制衡又相互配合 共同為香港整體利益 社會民生經濟發展 而努力的初心設想 讓政府和社會各界一同集中精力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甚至解決一些我們多年來未能解決的深層次問題 我們將可憑此達至梁政善治和長治久安 全國人大的決定 授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按五個重要的原則 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即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 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區憲制秩序 確保以外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 設實提高特區的治理效能 和保障特區永久性居民 依法享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由此可見 中央是真心誠意 希望特區能夠透過今次完善選舉制度 既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亦確保符合國家和香港的整體利益和安全考慮 同時亦顧及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和健康的民主發展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3月30日 通過經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根據經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的具體產生辦法 包括有關界別分組或功能界別的合資格團體選民的界定 地方選區的劃分 提名辦法和投票辦法等事宜 由特區以選舉法規定 根據決定第七條 特區政府應當依照決定和修改後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修改本地有關法律 依法組織、規管相關的選舉活動 因此 特區有憲制責任 通過本地立法的方式 落實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選舉制度 這次完善選舉制度的核心內容 是重新構建選舉委員會並賦予新的職能 選委會由一千二百人增至一千五百人 新增的第五界別可以強化國家利益的代表 有利於選委會從國家和香港的角度考慮問題 作出符合國家和香港利益的選擇 同時 優化和調整界別分組 既反映香港社會政治經濟情況的發展變化 亦都進一步增加了代表基層利益的聲音 更加能夠體現 擴大均衡參與和發展優質民主的原則 在職能方面 選委會獲賦予兩項新的重要職能 負責選舉四十名選委會界別的立法會議員 亦都參與提名全部立法會候選人 鑑於選委會是最具廣泛代表性和體現均衡參與 界別分組和委員分佈全港各階層各領域 亦都能夠最代表香港的整體利益 因此 選委會選舉產生較大比例的立法會議員 完全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考量 至於規定選委會委員 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 和參與提名立法會議員候選人 更可以強化候選人的代表性和認受性 候選人除了需要獲得自己所屬界別 或者地區認同之外 還需要在選委會五個界別均有一定的認受性 這個制度設計令候選人 須顧及不同界別的利益和訴求 同時將不同界別 團體和地區的利益和香港的整體利益相結合 更加需要具備 團結不同界別的能力 條例草案根據決定和經修訂的基本法 附件一和附件二 就完善選舉制度 以及其他改善公共選舉安排 所需作出的法例修訂 主要包括重新構建選委會 更新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和相關事宜 更新立法會的組成和產生辦法 更新成為行政長官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 和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的資格 和設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 修訂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以依法規管操縱破壞選舉的行為等等 此外 因應過去公共選舉的情況 社會上亦有不同的聲音和訴求 希望選舉管理委員會 能夠優化現有選舉的種種安排 選管會在2020年10月9日 向行政長官提交的報告書裡面 亦都就完善現時選舉制度和安排提出了多項的建議 與此同時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亦都聯同選舉事務處和律政司 檢視了現行規管各項選舉安排的相關法例 參考了選管會的報告書和社會的各種意見 條例草案亦都包含了有關改善公共選舉安排的相關法例修訂 以優化選舉程序 包括使用電子選民登記冊 優化查閱及編制選民登記冊的工作 唯有需要的選民在公共選舉中設立關外安排等 此外我們亦都建議副權總選舉事務主任 要求收取政府補助的學校和非政府機構借出其物業 以供在公共選舉設立投票站或者點票站 使到選舉能夠更有效地舉行 市民更加便利 另外亦都建議和取消暫緩發放立法會選舉和區議會選舉的財政資助 直至選舉懲請獲處置的規定 使得未受懲請影響的參選人得以盡早獲發資助 以上各項修訂建議已經在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的第七至八十一段詳述 在此我再次感謝立法會的充分支持和配合 在內務委員會之下迅速成立了小組委員會 並已經舉行了五次會議 讓議員能夠充分討論決定的主要內容 以及經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議員在小組委員會上也提出了很多寶貴意見 對我們制定這次的條例草案有著莫大的幫助 此外政府一直透過不同的宣傳方式和途徑 向社會各界解釋完善選舉制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以及決定的堅實憲制基礎 畢竟今次完善選舉制度 關係到香港日後的長遠發展 一國兩制的成功落實 以至全體市民的福祉 因此我們極需要社會各界和全體市民的積極參與和支持 我們才有機會才能夠成功完成這次這麼艱鉅的工作 政府整個團隊已經舉行了過百場的座談會和解說會 向不同的界別的持份者解釋完善選舉制度的重要性 必要性和合法性 爭取社會和市民的支持 除了大量印發詳細介紹完善選舉制度的小冊子之外 政府亦在制定了一份的清單 全單 介紹今次本地立法的重點 並設立了一個有關完善選舉制度的網站 將會不斷提供更新的資訊 讓社會大眾掌握我們這項工作的進展 相信議員以及社會大眾對延善選舉制度的工作 以一定程度的了解 我今天就不在此詳細講述條例草案的內容 政府會繼續進行公眾解說的工作 包括稍後在立法案委員會上 我們舉個詳細介紹和解說今次條例草案的具體內容和想法 我們而設期待 議員能夠多提供寶貴意見 使條例草案更遵完善 往後的選舉能夠更遵完美 提供制度保障 確保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得以充分落實 在接下來的十二個月 我們將會舉行三場十分重要的選舉 現時的計劃是 在今年九月十九號 先進行選舉委員會分組界別的選舉 然後在今年十二月十九日 舉行第七屆立法會換屆選舉 明年三月二十七日 舉行行政長官選舉 因此修例的工作十分緊迫 政府會全力以赴配合立法會的審議工作 我們也十分感謝再次感謝立法會的全力配合和議員們的辛勞付出 我們希望條例草案能夠在五月底之前順利完成審議三讀通過 以開展接下來大量的選舉籌備工作 主席我謹指陳詞 希望議員能夠支持條例草案 多謝 現在的代議題是 上述條例草案予以異讀 按照議事規則 異讀辯論終止待續 條例草案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 我現在宣布休會 本會在2021年4月21日 星期三上十一時續完 江有座案 此點 請勞請